各位朋友 一鸣老师接着和您聊税法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接着讲个人所得税啊 它的征税范围 我们说个人所得税啊 它这个纳税人和征税范围这一章啊 有三个考点 其中考点一是那个纳税人身份的区分 就是你是居民纳税人还是非居民纳税人 那个考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你要知道它有个区分 对吧 标准咱们上年课也谈了 对不对 一个是有没有住所 一个是单位单满183天 对吧 后边我们还会再去说 那个居民纳税人里头有短期的 有长期的 非居民纳税人里头也有短期的 也有长期的 这个纳税人里头还要分是高管还是非高管 所以它有一些不同的区别 咱们之后再去细讲啊 然后呢 第二个重要的考点 也是这一节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考点 就是什么呢 征税范围 个人所得税一共有九项 你要知道哪些行为在征税范围里 哪些行为是另一种 是另一个税木的 这税木与税木这个区分是特别容易出选择题的 因此在这如果考的话 考这一点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然后就是第三个考点 所得来源地的确认 这是咱们这节课最后 我争取给大家讲到的啊 就这么三个考点了啊 那咱们重点谈第二个考点 就是征税范围 就是具体税木 上节课咱们讲了三个 一个呢 是工资 一个是劳务 还有一个是稿酬 咱们这节课呢 再来讲第四个特许权使用费 加上特许权使用费啊 这前四个 我们把它叫做综合所得 又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劳动所得 是我们劳动产生的 那么特许权使用费是什么劳动呢 我们看它是什么 是指个人提供专利权 商标权 著作权 非专利技术 以及其他特许权的 使用权取得的所得 专利 商标 著作 非专利技术等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 可不是所有什么东西 你的任何东西的使用权啊 你可以简单的 或者近似的把它理解成是什么呢 是一种无形资产的使用权 那有朋友说呢 有形资产使用权怎么办啊 如果是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啊 那就是财产租赁了 大家想是不是 有形资产 那就是你的财产吗 对吧 我的车 我的房 我租给人家了 对吧 我让你使用 我可没卖啊 我是让你使用那个财产租赁 对不对 那无形资产 我们大致上啊 也不是说所有无形资产都算特许权使用权啊 这大致上把它可以理解成是 我允许你使用 我可没卖给你啊 我这个专利 我没卖给你啊 哎 老师叫张一鸣 我把这名字让你用几天 每天收五块钱 对吧 当然估计也没人用啊 那这也属于什么呢 我没给你啊 我没说以后我不能叫了 只能你能叫 对不对 所以使用权你给我啊 那么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特许权使用权啊 和其他几个个人所得税的那个税务啊 他们之间也是有一些灰色地带的 需要进行变析的 哎 比如说特许权使用权和搞筹和财产转让 包括刚才我说的财产租赁之间 你说是不是有一些模糊之处啊 有啊 对不对 我们说艺术有朦胧美 咱考试可不能朦胧啊 所以要给他弄清楚啊 先说稿筹 稿筹咱们上那课讲了 对不对 哎 你得有什么呢 具体的形式 对吧 你得在图书报刊当中发表 对吧 然后取得的收入 但是我老师 上那课其实也说了 稿筹本质上 其实也是一种特许权 你看这不就是著作吗 对吧 著作然后在报纸图书上公开发表了 我发表了给你看给你用 你可以看可以用 但是东西不是不相当于给你啊 对不对 你不能说金庸老先生啊 发表了一本书 对吧 哎 这属于稿筹 对吧 收到钱是稿筹了吧 但是那杂志社不能说 那这个东西你给我了吧 这东西就是我的了 以后 我数名的时候 我就不数金庸了 对吧 我数杂志社张偶 对不对 张三 住 这能行吗 不行吧 所以你发现没有 他出让的也是使用权 并不是所有权 所以稿筹本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特许权使用费 只不过什么呢 我们国家对于这种文字作品的出版是非常鼓励的啊 非常鼓励的 为什么呀 因为因为这个作家 大多数作家 他的收入是比较微薄的 对吧 你写那么多字 你看咱们咱们看那个网络小说 好多同学要看我现在看网络小说 哎呦 长篇大套的兑水啊 为什么那些作家长篇大套的兑水啊 写的都 我都看不下去了 为什么呀 他靠靠那个字数来收钱的呀 对不对 哎 所以他就不停的撑撑撑撑撑 把这个作品不断的撑长 对吧 哎 他因为他收入微薄 他只能是通过累字数 然后来增加收入 但是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你越累字数质量越差 质量越差 收入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看的人越少 你收入就也受影响 对吧 这行业就越来越收入 越来越像那个 中低下 那个那个层次走了 对不对 但是你说 写那些字 费不费劲啊 费劲啊 大家想想你 小时候写篇啊 几百字的 这个这个日记 多费劲 对吧 后来长大了 毕业 本科你写个什么 这个一万字的论文 对吧 你的头都 头发都要光了 对吧 像老师活之后出战 要写一个二多万字 三十万字的出战报告 那这好家伙 那多累啊 对不对 当然你发现 其实有的时候啊 哎 多说一句啊 你稍微突破一个情景以后 哎 可能有的时候 写字就没那么 写那个字啊 你发现反而就没那么难了 比如说 当年老师本科的时候 写一个一万字的毕业论文 把我给筹的呀 对吧 后来研究生的时候 三万字 哎 我又筹得要命 但是反回去 再去看那个本科的一万字 就觉得怎么样了 就比较轻松了 对吧 后来博士的时候 写十万字 然后写十万字 你都写下来了 你在看那三万字的 研究生论文 你就发现我写论文 刚开了个头就三万字了 对吧 后来再到博士的时候 初战小三十万字 那个东西一出来 真的 你在看本科生 那个一万字论文 你会发现 就这简直就是个开场白 大家明白的意思吗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 随着你能力的提升 慢慢的 原来那些困难的事情 你就变得不太困难了 对吧 但是 对于一般人来讲 我们都能感觉到 他的创作是非常费力的 但是你看 你一发表一出版 授意面是非常大的 对吧 你看授意面大 而且呢 我们有凡如咱们社会主义 文化市场的需求 对不对 所以文字作品 那么国家给予了特殊的鼓励 把它单从特决员使用费 单抽出来 叫搞筹 单抽出来 不是说给他单独命个名字就完了 怎么样 还给他打折 对不对 打七折呀 其他的就是按收入 扣那个一些扣除以后 算所得 那么搞筹那收入 直接给你打了七折 再扣除各种扣除项目 再算所得 对不对 所以他有优惠的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 哎 这这是搞筹跟特许权使用费的区别 等于说 他是把一类特殊的特许权使用费 就是那些在图书 杂志上公开发表的那些 取得的收入 给他单抽出来 叫搞筹了 那么财产转让跟特许权使用费 也有区别 一个是使用权的出让 一个是产权的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所有权的出让 对吧 这里边呢 咱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那个稍微再辨析辨析啊 当然你看这个啊 特许权使用费是使用权的出让 他出让的是什么呢 出让的是我 通过劳动产生的专利 商标著作 非专利技术等等 所以他本身也是一种劳动所得 因此把它算到 放到综合所得里了 对不对 财产转让 那财产怎么说呢 那是你的资本 对不对 你转让了以后 自然就来钱了 他不是你劳动产生的 所以这也是一些区别 那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 就是我们概念上啊 通常大家要理解件事 就是如果算到综合里了 算到综合收入所得里了 那么只要你赚的钱不过分 就是因为它毕竟是个超额累计嘛 只要你别赚那么多钱 你还属于工薪阶层 理解范围之内的这个 这部分钱啊 那么大致上来讲 它还是更优惠的 能理解吗 因为毕竟是劳动所得嘛 大致上还是更优惠的 对不对 而财产转让呢 相对而言就没那么优惠了 这是两者一个区别 所以说我们要读懂什么呢 说法背后的潜台词 那说法背后的潜台词 这里边咱们就在下边 这些具体的事例当中 咱们可以读一读潜台词是什么啊 说作者将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 这玩意儿啊 特别特别容易作为 辩析的选项出给大家啊 作者将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 原件或复印件公开拍卖 取得的所得 你说看到这 你说它算什么呀 我告诉大家 答案是属于著作权的使用权 相当于什么呢 特取权使用废所得 但是大家想想 如果我不这么理解呢 如果你看我把自己的文字作品 手稿拿去拍卖 拍卖赚钱了 这手稿给不给你 给你了吧 也给你了 那你说这相当于什么呀 这不相当于上一课 咱们讲的另外一件事 我画个画 弄个画展 然后别人把我画买走 然后你这不也给我钱了吗 当时咱们说的是什么 财产转让吗 还记得吧 所以这里边你为什么不把它理解成财产转让呢 对不对 无非就是一个是我写的文字稿 一个是我画的画 对不对 甚至是我用毛笔写的那个书画 对吧 写的那些艺术字 对吧 那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一个就特语权使用费 一个就是财产转让的 你看这事是不是值得辨析一下 对吧 首先要弄明白了 这里边一定注意啊 是文字作品手稿 可不是书画啊 可不是书画啊 更不是我自己手捏的什么 艺术艺术件或者是考古挖车的古董什么的 你都捏都不啥 只有文字作品手稿 自己的啊 拿去拍卖 才算特这个特取权使用费做得 除此以外 自己做的其他任何东西 包括书画 拿去拍卖 都算财产转让 那刚才老师跟大家说了 在工薪阶层理解范围内的这些收入啊 那么放到综合算特议权使用费 是一种照顾 能理解吗 它是一种照顾 它能扣到相对人员更方便一些 然后税率可能相对人员会更低一些啊 这是工薪阶层理解范围之内的啊 那么这句话的潜在一次 大家能读读意思在什么了呢 就是你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 让你按这个财产 财产转让也可以 让你按特议权使用费 也可以法律规定说 你就按特议权使用费 放到综合里边去算吧 是想干嘛呀 是想照顾 是想照顾 同时他也说得通 为什么 因为拍卖你文字作品手稿 这人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你那个那张纸吗 不是啊 他要的是你的内容 是你的著作 对不对 但是你拍卖得了这个著作的那个人 他能不能就是说 比如金融先生 或者说比如张三嘛 张三写了一篇论文 拿去把手稿进行拍卖 买他论文这人 能不能直接就把张三名字抹了 把自己名字写上 然后拿去发表 能不能 这当然不能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文字作品 自打写出来那一天起 他天然属于谁 属于张三 张三就算把这个作品手稿卖了 产生钱了 他也不是把所有权转让 能理解吗 买他手稿这人 他只是获得了什么呢 使用权 我可以看了 我可以挂在家里欣赏了 对不对 甚至我可以拿他来使用 比如说我要 我要拿他改编成一部电视剧 我现在拍卖得了 我就可以改编了 明白了吧 所以说 这个甚至我拿他来发表都可以 对吧 但他怎么呢 唯独不能数上我的名字 因为这天然就是张三的 听懂了吧 所以他本身上 确实也是一种使用权的出上 但反过来 大家就说了 那我书画 我画出来了画 我卖给你 那我也是天然就是我的呀 对不对 你也不能说数上你的名字 就拿去卖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书画 他就不算了特意钱使用费 我那书 我那画 咱某某柱名 赵姓 主持人 对吧 退休之后 给人专门写字 写书画 然后拿去拍卖 最后因为这个事 还成为了黑料 对吧 被人黑 说你这有点跌分了 对不对 那干嘛 那个 他拿去卖 然后事务局官也关注了 关注什么呢 关注他有没有按照财燃转让所得 去交个人所得水 对不对 但问题是他写的字 他毕竟也是他的呀 对不对 我是张三 我找那个赵姓节目主持人 对吧 找他要一副字 挂到家里头 我绝对不可能把他那个名字抹了 写上我张三的名字 那就一分钱都不值了 能理解吧 所以天然所有权也归人家 只不过我是使用 对不对 那为什么就按财燃转让走了呢 大家就想要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可以值得玩味呀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 国家更鼓励文字作品 像你那些书画什么的那种艺术 艺术上的啊 那主于什么的小众 受益范围比较小 我把我把那个人家的字画 拿回家里去挂 那是装饰我的家庭 让我一个人受益 能理解吗 顶多了 我客人来了欣赏欣赏 夸赞我几句 也就到头了 对不对 但文字作品不一样 发出去以后 那是广泛受益 能理解吗 所以因为广泛受益的特点 在两者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 国家说你那文字作品的手稿 自己的啊 拍卖的时候 是就可以算 特取全使用费 放到综合里就算了 除此以外的其他 全财产赶上 听懂了吧 这是国家一种鼓励啊 那么同样的 那如果是他人 将作者的文字作品手稿 等于说是我 把人家的文字作品手稿 拍卖得了 然后用了几条 我不想用了 我把它又转手再拍卖出去 我拍卖的也是文字作品手稿 但不是我的了 那这怎么样 那这当然就是财产赚上所得 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对不对 哎 那么作者将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 公开发表 就不是拍卖了 拍卖是给某个人 对不对 公开发表 那既然是发表了 图书广告开了 那就是稿酬了 那么怎么样呢 就不是特取全使用费了 就是稿酬 那稿酬是在特取全使用费之上 还打七折呢 所以就你既然公开发表 受一面更过 那么怎么样 就给你更优惠 就这么个意思啊 那顺便说一句 哎 我把我的文字作品 或者是他人文字作品 拿去拍卖 咱不是有那个 这个特取全使用费 或者财产转让的 那个区分吗 对不对 然后我说了 这个如果是书画 对吧 我写一幅字 然后拿去拍卖 这也是财产转让 对不对 但反过来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要是 请一个书画家来 帮我创作画作 我给他一个出场费 咱站里可以讲过这个东西吧 我给他出场费 他也是创作画作 创作完了以后 这画作其实也归我 那这出场费 其实啊 变相的也相当于 我找他买了幅画 对不对 润笔费 对吧 只不过是我请他来 现场作画 那这个费 出场费 既然叫出场费 那算什么了 就不算财产转让了 就算什么 算劳务啊 我请他看劳动啊 所以你看 不同的情况之下 可以放到个人所得税 不同的税务之中 我问大家 你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 大家想想 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用啊 干嘛呀 还是在进行丑化 也就是一件事 不同的方式下 可能带来不同的 税负的结果 那我当然可以看一看 怎么去理解 交税交的少 对不对 我要是觉得财产转让合适 我就请 请人家给我做物画 卖给我 这不是财产转让了吗 对不对 我要是觉得劳务合适 我就把他请过来 现场做话 我给他出场费 我给他润笔费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能理解的意思吧 所以注意一下 其实我说税法 是可以玩的学的 大家是要这么去 变通的理解的啊 下面当然看一些题 来把我们的理解 再加深一些啊 说下列属于搞仇的 还包含什么 记者在本单位刊物 发表文章取得的报仇 上年课讲过了 对不对 算不算搞仇 不算 这是工资啊 这是他本职了 对不对 那好 老大爷在本单位刊物 发表 看门大爷啊 发表文章取得的老五 那怎么样 这就是搞仇了 对不对 记者在其他单位 刊物发表文章 也是搞仇 对不对 听明白了吧 所以说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搞仇啊 还是工资什么的 你要弄清楚啊 然后再看B 电视剧编剧 从电视剧制作中心 获得的剧本使用费 电视剧编剧 电视剧制作中心和剧本 这剧本是谁写的 编剧写的 对不对 那编剧为什么获得钱了 他把这个剧本 给了制作中心 让他去制作 然后呢 制作中心给他 剧本使用费 这算什么呀 这算什么呀 这不是个特许权使用费吗 我把我的剧本给你 让你使用 对不对 但是我没 我可没把所有权给你啊 你不能数你的名字啊 对吧 但你可以使用 你可以改编 对吧 然后你可以拍摄 对不对 这叫特许权使用费 不算搞仇吧 为什么 因为没有公开发表啊 我编剧可没把这剧本 放到报纸杂志上公开 让大家都看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不是搞仇 再看C 像国外的作品 翻译出版取得的报仇 大家注意 这算不算搞仇啊 其实就算了啊 有同学说老师 翻译出版 那毕竟不 这书不是我写的 同志们 翻译也是很费劲的啊 对不对 你把一个英文的翻译成中文 你这过程当中 你没有创作吗 对吧 你没有改进吗 对不对 你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 加入你自己的东西吗 对不对 你加入完你的东西以后 发没发表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受益 都有了吧 所以你既发表了 这个又以图书爆开的形式 大家又受益了 你说国家鼓不鼓励 当然鼓励啊 所以他一定是搞仇 对不对 再看4D 书画家出席笔会现场 书写作画的出场费收入 这就刚才咱们刚提的那个 什么呀 他是劳务 对不对 他劳务 他不是搞仇 他不是搞仇了 但是你那个 如果是出席 做话 做完话以后 编辑成册 对外发表 然后获得的那个 那个报酬 然后给说话家了 那就属于什么 那就属于搞仇了 对吧 所以这题答案只有C啊 答案只有C 好 那说完了咱们的劳 这个综合所得以外 再说那个中间那个 就是就是劳动所得 和那个资本所得 中间加的那个 劳动跟资本都有的 混合所得 就是经营所得啊 经营所得 是什么东西 哎 生产经营所得 哎 字就是字面理解的东西 但是呢 他有一些细节 需要大家去理解和掌握啊 首先呢 就是他包括什么啊 一个呢 个体工商 注意主体啊 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的 投资人和个人合伙人啊 为什么特别强调 个人合伙人啊 那合伙企业有可能 他里边那个 他不一定是个人合伙人啊 他有可能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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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也 也掺和掉了 对不对 那企业那一部分 他就不能按照 个人所得税来交了 但是个人合伙人 是可以按照 个人所得税来交的啊 那么他们获得什么呢 个体工商 从事生产经营 然后呢 个人独资企业的 投资人 合伙企业的 个人合伙人 来源于什么呢 境内注册的啊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生产经营所得 就是来源于这个企业的 生产经营所得 也就是这个 合伙企业 或者是个人独资企业 他除了有 生产经营所得 他有没有什么 其他所得呢 其实也是有的 什么呀 对外投资取得的分红啊 我弄的一个 合伙企业啊 这个合伙企业 除了生产经营 会赚钱 我赋予的钱 我能不能拿来出去 炒股投资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我生产经营 能赚钱 炒股投资也能赚钱 都是我这个 独资企业 或者合伙企业赚的 对不对 但是我不能把它混到一起 我得分开来看 我生产经营赚的 按照经营所得 交个人所得税 我投资赚的那个 大家注意 就不爱生产经营 那经营所得 交个人所得税了 叫按什么呀 咱们之后觉得那个 利息股息红利 来交个人所得税了 税率是不一样的 不能混为一谈啊 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企业肯定也是需要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 利息股息红利 交个人所得税 咱之后讲了20%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呢 那个生产经营的这一个人 一定要注意把它区分开啊 当然这里边 可能有同学就说了 说老师啊 我有个问题不太明白啊 您想啊 生产经营 我毕竟还付出劳动吧 那最高35%的税率 您那利息股息红利 就是躺了赚钱的 怎么才20% 感觉好像好低啊 这是不是国家 对于资本的一种照顾啊 您想我那个 我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工资赚的高的 最高45%税率的 哎 您那股息才20% 那这个 那大家想想 这会不会就产生 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想啊 我作为企业的高管 我可以决定工资 给我发多少钱 包括我是 我既是高管 又是大股东啊 然后我 我可以决定这个公司 给我发多少钱工资 然后又能决定 这个公司 给我分多少 多少的红 对不对 那你 我现在就是分红20% 给我发工资 一发多了 我税率高45% 那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 这个大股东的高管 他会怎么做呢 是不是好多朋友都想了 老师 那我就让公司 少给我发这工资 然后 再以分红的形式 把钱分给我 那不就多合算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认为什么呢 像什么 利息公余红利 税率太低了 对吧 实际上是对资本的一种照顾 我现在跟大家说 并不是这样 不是 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 绝对不能 为什么 我在这给大家画一个图示 你就知道了 我在这画一个方块 在这方块写的利益软 不太准确的称呼 但是 就是 这个利润 是税前利润 税前的 税前的 税前的利润 没交过企业所的税 没交过企业所的税 这个利润 那么 这个利润 如果是给企业 如果是给企业 那么他在这 给交一个企业所的税 对吧 交一个企业所的税 然后呢 这个企业再分给个人 分给个人 这边还得交一个个人所的税 对不对 所以这个利润 在正常的有限责任公司 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他在分红的时候 他其实是经过了两遍过滤 就是先过滤企业所的税 变成一个税后的 税后的利润 然后呢 再把这个税后利润 给个人分红 我还得交一遍个人所的税 他交了两遍税 能理解吧 但是如果是一个 这个个人独自企业 或者是合伙企业 他的那个 没交过企业所的税的利润 他需要先交一遍企业所的税 再交一遍个人所的税吗 他不需要 他直接就 交一个个人所的税 交一个个人所的税 然后就直接拿到个人手里头了 你就可以随便花了 对不对 所以他之间是不一样的 你看 这个合伙企业 或者个人独自企业 通过经营赚的钱 直接交一个经营所得的 个人所的税 就到个人手里了 他最高税率35% 对不对 最高税率35% 那么 如果是通过企业这边过来的 这边个人所的税 刚才跟大家说了 利息股息红利是20% 对不对 你这么一看 这儿20% 这儿35% 好像从这边走 好像交税交的更多 你发现问题出在哪了 是不是这儿还有一个 还有个25%的企业所的税 对不对 还有个25%的企业所的税 所以实际上 这利润下来的时候 他是先交了个25%的企业所的税 后来又交了个20%的个税 才到个人手里了 那综合税负是多少 有同学说 45%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么计算的 综合税负是25%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 一减25% 乘20% 有同学说 老师这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好好算的 什么叫综合税负 综合税负是 税在上 英纳税所得额在下 对不对 英纳税所得额里头 有多少交了税 对不对 那么这个 这个英纳税所得额 先交个企业所得税 乘个25% 对不对 这是一个税了 然后另外还一个税 英纳税所得额 乘以1减25% 交完企业所得税以后的 那个所得 然后再乘一个20% 再交个税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列一个公式的话 分子是什么 分子是英纳税所得额 乘以25% 这是企业所得额 加上英纳税所得额 乘以1减25% 再交完税以后 再乘以20% 交个税 对不对 然后分母是什么 英纳税所得额 这叫综合税负 所以你英纳税所得额 约掉以后 就是25% 加上1减25% 乘以20% 算完以后多少 40% 所以你从这边走 综合税负40% 从这边走 综合税负35% 你说谁合算呀 你说谁合算呀 是不是 是不是还是 还是这样合算了 能听明白吗 所以有些事情 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你不能说利息 股息红利税率 才20% 就低了 不是啊 不是 它前面还有一环节呢 静英所得 也不是说真的就高了 当然 你这么看 说我好像开一个企业 分红 交的税交的多 我直接开一个 无限责任的 这个 这个那个 个人独子企业 或者合伙企业 交水交的少 那我就开个人独子企业 我合伙企业呗 你不能光看见贼吃肉 不见得贼 不看见贼挨打呀 那可是无限责任啊 对不对 它承担的风险高啊 对不对 所以承担的风险高 交的交少点 这不是情理之中的吗 对不对 当然实际执行过程当中 这玩意儿 它还真不见得交的就少 为什么呢 因为企业所得税 咱还有小微企业优惠呢 对不对 这边还有15%优惠税率呢 企业所得税率呢 企业所得税率呢 优惠多呀 对不对 能明白吗 所以实际到底是个税 个人所得税那边交的多 还是企业所得税那边交的多 你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但是呢 如果都没有优惠的情况之下 这是老师给大家画这个图 你要大致上理解一下 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经营所得 它之间 包括利息股息红利过的过程当中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你才能够更加清楚的明白 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付 它相互之间的比较 能理解吧 所以 你将都明白了 为什么合伙企业 还有这个个人组织企业 对外投资取得的分红 这些非经营的 不算的 税率不一样嘛 对吧 哎 下一个 个人依法从事办学 医疗咨询 以及其他有偿服务活动 取得的所得 也放到经营所得里 这是非常非常具有迷惑性的 为什么呀 个人依法从事办学 医疗咨询 我作为一个个人啊 比如张三啊 我那个出去啊 到一公司给人做个咨询 收了钱了 你发现这是什么呀 是说很像老屋啊 对不对 我去一公司给人做个咨询 对吧 我平时大学老师 然后呢 呃 那个 这个工作之余 给人弄个咨询 收点钱 这不是老屋吗 对不对 哎 我是李四 我走街穿巷呢 给人开 给人 给人 给人治疗做买卖 呃 给人治疗 对吧 像咱们看那大宅门里头 那白定奇 摇个铃铛 满大街的串 给人治病 然后然后要钱 这个什么呀 这不也是个老屋吗 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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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给人办去 这不也有点老屋的意思吗 哎 所以这玩意儿 这里边一定注意 他跟老屋是有区别的 什么区别 如果你这里那个人 就是个独立的个人 就我自己人干 那么你可以把它 就理解成是老屋 如果你是团伙作案 哎 你这个个人是个团伙作案 我是一个公司 然后呢 公司派我这个人去干嘛呀 去给人做咨询 去给人做医疗 去给人做办学 办学 那这个团队下来的 就是精灵了 能理解的意思吧 所以这里边 特别容易产生疑问啊 产生误解啊 第三个就是 个人对企事业单位 承包经营 承租经营 以及转包转租 取得的所得 承包承租啊 之前给大家举过 这个例子了 对吧 当年咱们看那个小品 对吧 赵本山跟范伟啊 然后他拎那个王子 去找那范伟那县长 说那个我想下啊 这个明年 我这个鱼塘 继续承包 对吧 就干这么事嘛 那鱼塘是这个集体的 然后呢 包给你 让你让你让你经营 让你赚钱 对吧 这承包承租 对不对 承包承租 不用说了 它是经营所得嘛 然后我在转包转租 转包转租 怎么样 也算是经营所得 但这里边一定注意 它有一个误解 地方什么呢 你一看承租 一看转租 就跟后边那个财产诸利 就产生了什么的 混淆了 这里面你要记住 承租再转租 算是经营所得 承租给你 你本来是要拿它做经营的 我租出去一个门店 然后让别人去干 我收的这些钱 别人 对别人来讲 它也是经营 所以你不能改变 这个收入的性质 因此承租再转租 也是经营所得 但是如果我是 我租别人的房子 我再拿去转租 收钱 我是二房东 别人的房子租钱 就租给我的时候 他收钱 本来就按照财产租赁所得 去确认了 那我在转租的时候 也不能按照经营所得 租房子再转租 就按照财产租赁 对吧 我是承租 那承租本来是 租给我让我经营的 我在转租 那就按经营所得 看到没有 这有点 其实有点容易混淆 有点混淆 你不能光看转租 来去判断 转租到底是属于 收到的钱 到底属于财产租赁 还是经营所得 你得看它是怎么来的 对吧 如果上一家 是财产租赁 租给我的 我再租出去 也按财产租赁走 如果上一家 给我这块是承租 那我在转租的时候 就按经营所得 是这样一个意思 下边第四个 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取得的所得 那么包括什么呢 个人因从事彩票代销 要是非常容易出选项 个人因从事彩票代销业务 咱们满在街看的 那个彩票代销点 那个人从事了彩票代销 那彩票不是他 他就代为销售一下 收的那钱是经营所得 对吧 还有从事个体出租车运营的 跟咱们之前 那个单位有出租车 然后那个 个人承包的 然后拿出去开的 这不一样 对吧 个体出租车运营 说明出租车是谁的 是个人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出租车运营 产生的就是经营所得 对不对 如果所有权属于公司 就是工资 对吧 咱们讲工资的时候 就提过这个事了 这个彩票代销 和个体出租车 好多年都考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一下 我们来看一些真题 2020年一道题 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 取得的下位所得当中 应按照经营所得项目 计税的有哪些 提供有偿办学服务的所得 提供有偿办学 是不是 刚才讲过了吧 办学 医疗 还有那个咨询等等 对吧 所以他是 他是 有同学说 老师 那我怎么知道 是个人作案 还是团伙作案 你看 他都告诉你 这是个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了 就说明他那边是开公司的 对不对 所以他提供的有偿办学 当然就是团伙作案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 要按这个经营所得 再看B 从事个体出租车 个体出租车 是不是 是啊 C 从事台票代销 是不是 是 D 投资上市公司股息 干嘛 你是个个那个 各地公商货 你是合伙企业 但是你 从上市公司 投资 赚那钱 刚才老师画了一图了 让你发现了 是这个公司赚的 但不能按经营所得走 得按照股息红利走 OK 所以这题只有ABC是 D不是 我们再看 同一年的另一道题 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 取得下跃所得当中 应当按照经营所得 计征的 A提供有偿咨询 他也是有一个大的前提 要注意啊 这是一个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 也就是说 他是个开公司的 他是个开那个合伙企业的 对不对 所以他提供有偿咨询 那就是团伙作案 因此怎么样呢 可以按照经营所得 按照经营所得去 交个人所得税 B从事采销代销 没得说 C资金存入银行的利息 那不是 对吧 D从事个体出租车运营的 那个是 对不对 利息一样的道理啊 利息一样 利息股息红利是放一块的 是按照其他项目 不能按照经营所得来做的 所以这题是ABD 好 2017年一道题 对个人代销彩票 你看就是好多年都在考虑个人代销彩票 对不对 个人代销彩票 取得所得 进入个人所得税 适用的是什么项目 就没得说了 经营所得 好 再看下一道题 下列各项当中 应当按照经营所得项目 征收个人所得税 的有哪些 A 个人从事 彩票代销 没得说 这是经营所得 对吧 B 股份制企业的个人投资者 以企业资金为本人购买的汽车 股份制企业 那要交企业所得税 对不对 要交企业所得税 我是他的股东 是投资者 用企业资金为本人购买汽车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利息股息红利了 这相当于分红了 对不对 利息股息红利了 所以他不是 他可不是经营所得 他不是经营所得 然后再看C 个人投资企业的个人投资者 以企业资金 为本人购买的住房 个人独资企业 那就交什么 交个人所得税 他不用交企业所得税了 对不对 他没有中间过滤的那刀划了 他的那个公司的钱 你拿来花 直接按经营所得交就完了 现在他有没有把公司的钱拿来花 有啊 对不对 以企业资金为本人购买的住房 拿公司的钱给自己花了 对不对 怎么样 直接交个人所得税就完了 他是经营所得 然后再看4D 出租车经营单位 对出租车驾驶员采用单车承包或承租方式 车归谁 车是归公司的 不是归个人的 对不对 所以出租车驾驶员从事客货运输取得的所得 这样工资负 工资走 对不对 工资薪金走 所以这题是A和C B和D不是啊 好 那么说完了经营所得 咱们接下来说那4个所得 就是资本所得了 不劳劳获得了啊 第6个 利息股息红利啊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 个人拥有债权股权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 这没什么说的啊 然后这里边主要辨析一下什么呢 就是利息股息红利 到底什么时候是利息股息红利 什么时候是经营所得 什么时候按工资算啊 咱们把它分成三种情况来讨论 如果是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啊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然后呢 投资者拿那个公司的钱 去给自己的家庭成员 自己或者家庭成员买东西 买车买房 是什么呢 是按照经营所得 对吧 拿公司的钱买完房以后自己用 这实际上就是把公司的钱 揣自己兜里了 对不对 把公司的钱揣自己兜里了 那么在在这个个人独资企业 和合伙企业里边 他只要过一道 过一道税就行了 过一道什么税啊 就是那个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 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个人独资企业 和合伙企业啊 其他企业 就是那些要交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啊 那么同样也是投资者或家庭成员 拿公司的钱啊 给投资者自己或家庭成员买车买房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想出来 想把公司的钱揣到自己兜里的话 他需要干嘛呀 他需要做两边 他需要实际上需要交两边税了 一个是交企业所得税 一个是交个人所得税 对吧 形成利润的时候 已经交过企业所得税了 现在在对他进行分红 是从利润里分 还要再交一遍 20%的个人所得税 交完以后才行 对不对 按照利息 股息 红利所得去交税 这是不一样的啊 这是不一样的 刚才老师画的那个图示 大家应该能理解 对不对 从企业里头拿钱揣自己兜里 和从那个个人独自企业 合伙企业里头拿钱揣自己兜里 他经过的税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得清楚一些 然后不管是个人独自企业 合伙企业还是其他企业啊 那么他拿公司的钱 给投资者以外的人啊 给投资者获得家庭成员以外的什么呢 雇员去买车买房 好企业 对吧 那么这又算什么呢 那注意给雇员呢 就相当于是得给他的工资薪金了 按工资薪金所得交了 如果给的是非雇员呢 就是劳务报酬 这个之前讲过了 对不对 所以同样是从企业里拿钱 直接给人花 你看分了四种不同的情况 对不对 独自企业合伙企业的是经营所得 正常的那股份制企业的 是利息股息红利 对吧 给投资人以外的 如果是雇员是工资 如果是非雇员是劳务 这变清楚了吧 好 那么在利息股息红利里 还有一些免征个税的情况 很容易出选择题 考大家 很容易出选择题 这相当于是谁说优惠了 对不对 考大家 所以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是国债利息 这个在很多很多的事物当中都出现 所以你基本可以认为 你看到国债利息 增值是免了 对不对 写所得是免了 对不对 个人所得是要不要免 也要免 对吧 所以国债利息这块 免 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同样道理 也免 第三个储蓄存款利息 这个增值税的时候 你要注意 储蓄存款利息 增值税对于个人 储蓄存款利息 是不是免交增值税 对不对 咱们在增值税的时候说过了 对吧 当然企业是不免的 那么到个人所得税这块 储蓄存款利息 一样也放到这里 是给免的 为什么给免 对吧 增值税那块咱们讲过了 因为储蓄存款利息 本身跑不过通胀 所以理论上没增值 对不对 从这块个人所得的这块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没跑过通胀 所以他没所得 所以就给他免了 还有一个争议就比较大了 就是外籍个人 从外商投资企业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从外商投资企业 还得是个外籍个人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那反过来说 如果不是外籍个人 如果是我们中国人 从外商投资企业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还能免吗 那肯定就不能免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个规定 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有没有点不公平 当然不公平 那等于是给了外籍个人 什么呢 超国民待遇 不平等条约 对不对 那么当然这个不公平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咱国家说的 咱们国家有专门的文件 国发2013年6号文 就提到了这一条了 说要怎么样呢 要把这一条废纸 注意2013年 这都快2023年了 这条也没废纸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个人所得的改革 有些时候任重道远 去无存清的过程 还是有待提高的 你看这个 个别地区 个别地方 确实把这一条废了 就是外籍个人 不再免税了 要开始征税了 对吧 但是统一的意见 还没有形成 你看这都10年了 对吧 还不干这个事 为什么还去照顾 那些外籍个人 对吧 当年照顾 是有历史原因的 我们要吸引外伤 对不对 那现在不一样了 对不对 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凭什么 还要去照顾他们 对吧 所以这一条早晚要废止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好 接下来看第三个提示 纳税年度内 个人投资者 从其投资企业 这个投资的企业 不是个人投资企业 不是合伙企业 来产生的借款 在该纳税年度中了后 既不归还 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 其未归款的借款 可视为企业对 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 依照一些股计红利项目 继承个人所得税 过在这一条 先说明白 为什么要有这一条 为什么要有这一条 我现在 股东从公司里头拿钱 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 如果是正常分红 交20%的 利息股计红利的 个人所得税 对不对 如果是我拿钱 给投资人和家属 买车买房 那也算是分红 也得交20%的 个人所得税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投资人会怎么样 投资人天生 是不想交税的 对不对 我凭什么交税 对不对 我从公司里分了100万 你国家平白不顾的 抽走20万 我只成80万了 心疼啊 对吧 资本家心疼了 肯定心疼啊 对不对 所以他想想小交税 想小交税又想要钱 怎么办 他换一种方式 他说我不是分红 我现在临时缺钱 我找我自己公司 借钱总可以吧 对不对 借钱用交税吗 大家想想 借钱就不用交税了 对不对 所以你借我借 大家借 一借借10年 一借借100年 反正不还 但是我不是分红 对不对 那你说国家能干吗 大家想想 那肯定不干 对不对 国家就会说了 你这哪是借钱 你这分明就是 以借钱为名 行分红之时 只是为了少交个人所得税 对不对 因此为了 为了杜绝这种现象 才有了这么一个条件 就说什么呢 在年度终了以后 一个年度截止了 你既不还 又不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你自己拿走了 那就视同分红 也要交税 这个规定 听明白了吧 大家也能理解 对不对 当然我们要去思考 上述规定 又没有存在问题 关键是什么 看我涂黄的这一块 借款 在年度终了后不归还 这个年度终了怎么理解 大家想想 有没有问题 可以动动脑筋 咱们这个光学习 不动脑筋 没什么意思 想一想 你要是 你要是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股东 你现在看到这个规定以后 你会害怕一件什么事 大家想想 在2021年12月30日 要过年了 对不对 要赶上疫情 对吧 我想着 我得需要一些周转资金 于是我向我的公司 借了100万 2021年12月30日 借了100万 约定 过完年以后 元旦过去以后 1月4号我就还 我就是临时周转一下 那么在这种情景之下 我问大家啊 在该纳税年度终良以后 这个这笔钱 年度终良不12月31号吗 年度终良以后 还没还 没还吧 用不用于企业 没用吧 那我问你 这100万 刚才那股东那100万 要不要交个人所得罪 按照这个规定 要不要交 要交吧 是借钱吧 是借款吧 是过了年度终良了吧 没在企业里用吧 对吧 也没还给企业吧 没还吧 对不对 要不要交个人所得罪 要交 按照规定 你硬扣字眼是要交的 但从情理上来 大家觉得 我12月30号借了笔钱 1月4号给还上了 要交个人所得罪吗 大家想想 从情理上来讲 是不是都不应该交啊 对不对 我就借了几天 我这真不是分红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你说这规定 有没有漏洞 有啊 它当然有漏洞啊 对不对 所以法律是 还是有不见权之处的 这块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 大家有问题啊 但是这无形当中 就是什么呢 就给了税务机关 一些额外的权利啊 你想啊 我税务机关 看你这公司不顺眼 我能不能以此为依据干嘛呀 我说按照税法规定 你就是得交个人投资税 别没说 没什么说的 对不对 按照这个文字规定 你是不是得交 对吧 哎 交 听明白了吗 哎 这就给下 下面一些权利了 对吧 当然这个问题 有没有被发现呢 也有啊 所以03年出这文章 05年 马上国税发 发了一个条文 说什么呢 要加强个人投资者 从其投资企业借款的管理 对期限超过一年 又为余企业生产经营的借款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就是上面这个规定 来进行执行 哎 他家 他把这个表述进行了改变 什么呢 不再是年度中了了 而是超过一年了 对不对 哎 这是不是更加符合 我这个政策的原意啊 对不对 也就是借款超过一年了 还不还呢 我们严格执行 就干嘛 就把它视为分红 让它交个税了吧 是不是这听起来就更合理了 不再按年度中了来卡 而是按借款实现来卡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吧 哎 当然这条规定 有没有就彻底的去把上面这条规定进行修正呢 并没有 你看他的原意 他你看他的这个原文的表述啊 对于超过一年 又未归还 又未勇于生产经营的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那告诉你什么呢 对于这种情况是一定要这样的 但问题是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是不是就不这样呢 你看是不是啊 如果犯错了 我一定要惩罚 那我不犯错呢 他没说 对不对 也没说我不惩罚 也没说上面这个废了 对不对 那你 那你是不是还是给我们留空间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犯错了 超过一年了 是一定要争的 如果没超过一年 我可以争吧 对不对 所以问题还没有解决 问题还没有解决 当然从大水人的角度来讲 我想避免这个东西 是不是也好吧 怎么避免啊 借新债 还旧债 对不对 能理解吧 只要我不超过一年吧 你就不严格执行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差不多快一年了 我还上 过两天我再借了 对不对 我说这是两件事 对不对 两件事分开看 对吧 能理解吧 当然我们本着实质中心形势 你也可以认为 它实质上是一直在借 对吧 所以说你看 对于这一块 实际上问题还是很大的 问题还是很大的 而且在现实当中 确实有一些股东 在这一块 他就踩雷了 真的有踩雷了 有一些实际案例 比如说仨股东 从一公司借了870万 借了一年多 还上了 借了一年多 还上了 最后被收入经关查出来 让他补交作税 把这仨主公 把这三个股东给筹在 说我为什么要交作税 这不是借款吗 而他总还上了 人家说对不起 你超过一年了 严格执行 最后收了他们100多万的 个人所得税 把这仨股东给气的 后来这仨股东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 后来仨股东说 既然我这借款 他已经交了个税了 干脆我就直接把它 从公司里拿出来 对不对 于是问题又出来了 现在这借款 我还给公司了 我又重新拿出来了 因为我说以前交过个税 现在我重新拿出来的时候 要不要再交一遍个税 大家想想 从道理上来讲 他这870万的 已经被视同分红了 已经交过个税了 道理上来讲 不应该再交了吧 但是税法有规定 我告诉大家 怎么样呢 没规定 没有规定啊 没有规定说不交啊 所以不同地区的税务局观 是不一样的 对于那个案例来讲 他重新拿出来的时候 让他又交了一遍个税 是有重复交的啊 但是对于一些地区来讲 对于部分地区啊 这里写了 河北省啊 河北省还相对比较开明的啊 税务局观就直接出台了 说对于这种 已经借款规还公司 然后又交过个税的 你再重新拿出来的时候 就不用再交个税了啊 但是全国层面上 是没有规定的啊 所以你看个人所得税 这块是值得修正的啊 在这一块里面 好 我们看一些题啊 说下来各样当中 应当按照利息股金红利所得 计证个人所得税 有哪些 A 个人持有 为超过一年的上市公司股票 分得的股利分红 没讲过 对吧 就是要提讲一遍 上市公司的股利分红 咱们在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说明说过一个问题 说明说过 以一年为戒 12个月以内的 对吧 12个月以内的 怎么样 我收到的股息红利免税吗 不免税 对不对 那么12个月以上的 这个免征 免征企业所得税了 对不对 这个企业所得税的时候讲过 个人所得税这块 有类似的规定 有类似的规定 但是它被拆的更细 被拆的更细 那么我从上市公司 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收到的股息啊 如果我持有期间 小于一个月的话 是要全征的 一个月到12个月的 这段区间 是减半征的 12个月以上是免征的 所以注意这道题来讲 个人持有 未穿过一年的 是不能够免征 他就应当按照 利息股息红利项目 去征个人所得税 这个A选项 说法是没错的 当然在这里边 我可以就是给大家画一下 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咱画张表 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对于利息股息红利 对于利息股 对于上任公司股票红利 分成三个阶段 小于一个月的 然后呢 一个月 一个月到一年的 然后还有一年 一年以上的 分成这三个阶段 分成这三个阶段 那么对于个人所得税 这个小于一个月的 利息股息红利 就是要征的 然后一个月到一年的 这是减半的 对于一年以上的 是免的 对吧 然后呢 企业所得税 一年以上的 上任公司的 也是免的 然后呢 这里这边 不管是小一个月 还是一个月到一年的 都是要征 没有减半 没再有减半 看到了吗 就是这样一张表 大家脑袋更清楚一些 这是A 然后再看B 合伙企业的 个人投资者 以企业资金 为本人购买重房 合伙企业 要交个人所得税 经营所得的 对不对 然后拿公司的钱 揣自己兜里头 给自己买车买房了 这就属于按 经营所得交税了 对不对 所以它不是利息 股息红利 C 股份有钱公司的 个人投资者 以企业资本金 为本人购买汽车 股份企业 要交企业所得税的 那个 对吧 然后呢 拿企业的钱 揣自己兜里头了 买车买房了 这怎么样呢 那得先交一遍 企业所得税 再交一遍 个人所得税 在交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你就不能再按 经营所得了 你得按照利息 股息红利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C是对的 再看4D 单位以工资形式 向职工支付的 集资利息 单位找职工借钱 这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这是可以的 所以说 它以工资形式 支付的集资利息 貌似是形式上是工资 但本质上是什么呢 还是利息股息红利 对不对 所以它得按照 利息股息红利来讲 所以这题ACD都是 只有2B不是 顺便说一下4D选项 单位为什么会以工资形式 给职工支付集资利息 大家想想为什么 如果真的被算作工资 同学们你们想一想 那是什么 按照工资薪金去交 对吧 职工 有的工资薪金很低的 你有可能都不交 交了也有可能 税率比较低 可能3%左右就完了 最多撑死了10% 对吧 那你如果按照利息股息红利 20% 对不对 20%还不让你扣东西 对吧 能扣的东西很少 对不对 所以大家想想 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 那你说与职工是更希望 以工资的形式发利息 还是以集资支付利息的形式发 职工肯定希望 以工资的形式 能理解吗 这是一种什么呢 筹划思路 当然这种筹划思路 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违背 咱们税法的制定的原则的 实质中一形式 对不对 当然在现实当中 有没有 经常有 对吧 我们体验跟职工借款 企业说 来 大家为了企业发展 而且我们企业现在 借款 我们给你约定的回报率 比你存银行要好很多 对不对 大家都来借了 对不对 职工都来把钱借给企业了 然后企业按照约定的利息率 打到职工工资里直接发 你会发现 其实打到工资里 也就涨那么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 你如果不是内部人举报 实话实说 事务机关想查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怎么说呢 这不算老师教坏 但实务当中确实是这样 会出现这种职工跟企业 签订低利率 甚至是零利率借款合同 别人问起来 职工就说 为什么我零利率借给企业 因为我爱他 对不对 我要支持他发展 但实际上 他以工资的形式 给你回报了 是有这种情况 顺便说一句 这个企业找职工集资 是有可能会触及到 非法集资的 所以要小心 什么叫非法集资 向社会公众 公开范围内 未经批准 我就去集资 这叫非法集资 一定要小心 但是企业找职工借款 这不是向社会公众 所以通常不算是非法集资 只要有合同 法律是允许的 但是怎么样 如果你 以这个为形式 但实质上 你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 你只要给我借钱 我就把你聘为 我们公司的员工 这本质上还是向社会公众 对不对 或者说 我是让职工借钱 但是我跟职工说了 这个借钱 这个钱的 这个回报真好 对吧 有各种回报 忽悠职工 然后说你们回去 过去 把七大姑八大姨的钱 都给弄回来 对吧 找别人借钱去 去来借给我们企业 我们企业特别好 回报特别高 然后职工回去 去忽悠七大姑八大姨 然后再来借钱 这算什么 这就属于非法集资了 虽然说 我是找职工借的 但是我主动鼓动 鼓动这个职工 去找他的那些 社会层面什么 亲戚朋友们就借钱 这不也是非法 像社会公开集资了吗 相当于是吧 对吧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企业 没有主动的鼓动职工 职工自己觉得合适 找他亲戚朋友借钱 然后借给企业 这还算非法集资吗 这都不算了 所以你看这里边 它是有模糊地带的 它是有模糊地带的 然后还有就是 企业找职工借完钱 我不用一生产精灵 我企业干别的去了 这也是不行的 这也是不行的 所以这里边 其实涉及到一些 有可能触及到 法律红线的问题 这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说完 利息股心红利 接下来我们看 第七项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租赁是指 个人出租 不动产 基地设备 车船 以及其他财产 取得的所得 一定注意是 出租财产 对不对 他出租的不是 那个无形资产 那些专利权 那个商标权什么 那就属于 特意权使用费了 对吧 我这边出租的是财产 对吧 那么个人取得财产的 转租收入 注意不是成租再转租 而是直接取得财产 在那个 那个上边那个是 我别人租给我的财产 我在转租 我二房东 对吧 属于财产租赁所得 征税范围 可能在这边 是有干扰的 这个选项的 然后就是产权 所有人死亡 在未办理产权 继承所欲期间 该产产出租 且有租金收入的 以领取租金的个人 为大事义务人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第八个 财产转让 财产转让呢 是指个人转让 有价证券 股权 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不动产 机器设备车传 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对不对 注意他跟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特预权使用费的便析 主要是呢 个人拍卖那个文作品 这个事啊 要要记清楚 他是特预权使用费 拍卖其他自己的东西 都属于财产转让了啊 然后呢 这里边有几个 还有几个要注意的 一个转让境内上市公司股票 取得的所得 占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刚才咱们讲了一个 那个上市公司的股息 对吧 然后个人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是有分别的规定的 一年以内的 一个月以内的 对吧 有免的 有减的 有征的 咱刚说过 然后现在又是直接转让股票了 转让上市公司股票 那么在个人所得税里边 是怎么样的 是暂不征收的 为什么暂不征收啊 对吧 咱讲增值税的时候 那个上市公司股票 个人转 转让上市公司股票的时候 是不是就说了 不交增值税了 对吧 所以这边 不交个人所得税 道理是相似的啊 首先 炒股经常容易赔钱 对不对 它既然经常赔钱 而且赔的多呀 对不对 咱们中国的股市呢 绝对属于十个里头八个赔 另外两个赔的更多 对不对 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你对它 它本身就征不来什么 对不对 在征不来什么的情况之下 我既然征 那我就要去思考了 我赚钱的时候 征赔钱的时候怎么办 对吧 赚钱的时候 我要找它征税 赔钱的时候 那我还要给它退税 对不对 不能退税 不能退税 那就抵税吧 就抵税了以后 就发现更征不了了 所以对于这一块 本身就没什么肉 这是大家第一个 需要注意的 跟广大股民利益 又息息相关 对不对 你那个印花税 稍微调几个点 那股民都把人骂死 对不对 都把证监会都骂死 把相关的 当时 咱们印花税 税率稍微调整一下 上市公司证监会的 上市公司股票的印花税 稍微调整一点 把那股民气的 给咱们的税务局官打电话 最好实在打不通 打到税务局官食堂去 骂那食堂的厨子 你说弄过那么个印花税 都已经这么挨骂了 曾志舍个人所得税 这块敢弄吗 不敢弄对不对 而且本来的 挣不来多少税 还增加我们的工作量 还怎么样呢 还骂这种事 谁干呀 对不对 所以赞不挣承受 听懂了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当然这里边一定注意 是转让境内上市公司的 没说别的 像什么深港通 护港通 后边咱们之后再讲 对吧 第二个个人住房转让 个人住房转让 跟咱们息息相关 对不对 它以实际成家价格 为转让收入 如果明显低于市场价 请无正当理由的 那么事务机关有权合定征收 合定征收 个税 增值税 契税 这里边稍微注意一下 个人转让 房屋 这肯定属于财产转让 对不对 那么转让价格很低 没有正当理由的 事务机关要合定 对不对 不能你说多少钱 我这房子 市场价500万 5块钱卖给你了 这价格太低了 没有正当理由 对不对 你说我这是个凶宅 凶宅也不能5块钱 对不对 所以事务机关要怎么样 要合定征收 我得按照 我心里的最低价 至少我得有一个底下 找你交税 对吧 你可以不要钱 但我得交税 但是这个规定 什么叫做不正当理由 什么叫做正当理由 在正当理由里边 房屋的转让 和后边我们讲的 股权的转让之间 这里边稍微说 股权的转让 和上面说 上市公司股票 是不一样的 大家一样都明白 上市公司股票 上市流通 公开的商品 大家都能买的 那个是 暂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的 但股权 就非上市公司的 他转让 是不是也不交 个人所得税呢 不是 他得交个人所得税了 股权转让 得交个人所得税 这一定要注意 但是股权转让里边 如果价格很低 没正当理由 怎么样 事务机关也得合定 但那个没正当理由 他说的更清楚 在老实看来 比那房屋规定的更清楚 其中专门针对什么呢 直系亲属 专门针对直系亲属 他是有规定的 就是说 如果你以非常低的价格 转让给直系亲属 在股权这个层面上 税法是认为 它是合理理由的 你这股权价值一千万 卖给自己老婆 价格很低 一百块钱卖了 国家说 我认 我认为它是合理理由 你就可以按照 一百块钱交税 股权是这样的 但是房屋不行 我把我的房子 直接 以转让的方式 卖给我儿子 因为这个五百万的房子 五百块钱卖给他 国家说 不属于正当理由 你看两者之间 对于直系亲属之间 是不是就产生 产生起义了 哪个的规定更合理 我告诉大家 还是股权的规定更合理 为什么 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之前 讲房屋的时候 就讲过了 对于房屋 给直系亲属之间 进行过户的时候 咱们说过是有免税优惠的 对不对 增值税免 个人所得税也免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大家想一想 我房子 我白送给你直系亲属 我不要钱 国家说合理 免税 现在我要五百块钱 国家说不合理 我要按照市场价 按照我们的核定价 给我给你征税 你说这事是不是有毛病 对不对 你前一句可说了 我就算一分钱不要 你都说合理 你都不管我 叫个人所得税 是不是 是不是 对对 你看我无偿赠送啊 国家说合理免税 说没说吧 说了对不对 现在我不是无偿赠送 我稍微要点钱 你竟然告诉我 价格低不合理 还要按照核定价格去争设 你说这事 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啊 有点不太对吧 所以说 你看这块 是不是要值得修订 值得修订吧 值得修订 所以你看房屋这块 稍微注意一下 直系亲属之间 价格低也不算正当理由啊 但股权算 股权算你知道吧 就又产生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什么事情 你可以想象一下 老师这边随便 给大家扯着淡啊 8000万的一个股权 我想卖给一个人 我现在8000万卖 哎 假如说什么都 什么能扣的都没有啊 什么能扣的都没有的 情况之下 假如咱们说简单点 直接乘20%吧 8000万直接乘20% 1600万 就要个人所得税啊 对不对 其实1600万呢 北京好几条房啊 对不对 还是非常 这个非常可观的 对不对 我想把这1600万省了 怎么办啊 我现在 我不要转让给你 这个价格如果低的话 不是 不是那个 国家要恒定征收我吗 现在我怎么样 我跟你结婚 咱俩为了省税 我要省这1600万的税 我跟你结婚 我跟你结婚以后 你就是我老婆了 对吧 我不8000万卖给你 我100块钱卖给你 我交20块钱 个人所得税 完事了 对不对 你不是说这个 直系亲手 这个价格低属于正当理由吗 直系亲手啊 直系亲手 我认你当干爹 那也不是直系 对不对 所以只有结婚 才能把两个陌生人 变成直系亲手 对不对 结婚婚用 100块钱给你 20块钱交了 对吧 省这么多钱 我分给你 分给你200万 对吧 然后咱俩再离婚 对吧 开玩笑啊 但是你看这里边 实际上还是有 这么一个操作空间的 对吧 然后再看第三个 就是文字手稿的问题 把作者把自己的文字手稿拍卖 叫特语权使用费 对吧 把别人的手稿拍卖 叫财产者让 知道一下就行了 这是对于自己的文字手稿 有一个特殊照顾啊 好 最后一个偶然所得啊 偶然所得呢 是指个人得奖 重奖 重财 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 这里边特别注意偶然所得啊 它不是其他所得 偶然所得 可不是其他所得 哎 你看咱们其他那些项里头 那就是那个 很多项里的 最后一项 都是其他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哎 但唯独个人所得稿 那九项里头 这块叫偶然所得 不叫其他所得 其他所得 你说啊 各位同学 你想要是偶然所得范围大 还是其他所得范围大吗 哎 你看老师这笔画 你都知道 很简单是其他所得范围大嘛 对不对 我一说其他 那就是什么情况都算其他 对不对 哎 这话的意思是告诉大家 个人所得稿 偶然所得 叫做列举法 叫做列举法 你看 你看那个稿法的规定当中 偶然所得里边 他说是ABCDEFG 这些情况算偶然 要叫偶然所得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我没有列举在里边的情况 都不算偶然所得 那就不叫什么 最典型的例子 个人接受捐赠 个人接受捐赠 算不算所得 对不对 我拿一碗 到那个大街上 对吧 哎 求求各位了 老爷太太们 对吧 我吃不饱了 给点钱吧 对吧 我这边有二维码 可以扫一下 对吧 个人接受捐赠 这算不算捐赠 算捐赠 这算不算所得 是不是产生个问题 看起来好像是我的钱 是我真赚钱了 但问题是我赚的钱 他放不进前面那些所得理 你想想 工资 薪金 我这些乞丐都是受负关系 现实当中咱不说 在至少理论上 一个真正的乞丐 不应该是受负的 对不对 他不是表演 老物所得好像有点像 对吧 我通过我的劳动 赚的钱 对吧 在那唱好人一生平安 满大街走 也挺累的 对不对 但好像也不太合适 对不对 第三个 搞仇 不是吧 第四个 特计权 那更不是了 对不对 经营所得 哎呦 太可怕了 我这个 我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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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乞丐们是团伙作案 丐帮 对不对 哎 我们出去是搞经营去了 也不能这么说 对吧 利息股虚红利 不是 财产租赁 不是 财产走让 也不是 对不对 你放不进去 所以最后只剩一个偶然所得 但偶然所得理就是吗 对不起 偶然所得理可没列举这一项啊 没有说乞丐的乞讨收入 他就不算偶然所得 不用交个人所得税 明白吗 当然有同学心里没底啊 说老师啊 我记得 咱们刚讲完企业所得税 还专门有一个 接受捐赠的收入呢 对不对 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接受捐赠 那可是要交企业所得税的啊 咱们特别讲过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但为什么个人接受捐赠 他就不交个人所得税呢 是不是偷税漏税了 哎 我告诉大家 放心 大胆啊 把心放在肚子里 对不对 不要害怕 反过来说 如果个人接受捐赠 那在某一天 真的被裂到了偶然所得里 这事儿就乱套了 就太可怕了 为什么 因为个人接受捐赠 那简直是一个 太常见的事情了 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接受捐赠 啊 每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说 我没接受过捐赠 我问大家 过年过节的时候 抢没抢过红包 抢过吧 你那算什么呀 那不算个人接受捐赠吗 对不对 别人把红包发出来 你拿吧 这不是捐赠吗 对不对 咱们大家结婚的时候 收没收分子钱 收了呀 对不对 收了呀 你收的钱算不算 算什么呀 这算捐赠吗 对不对 有的时候老师那不算宣账 就算其他应付款 对吧 我当时还得付给人家的 对不对 这铃铛没有了 对吧 但是在你收的这一刻 那算捐赠啊 对不对 我爸妈给我的零花钱 算不算捐赠 对不对 所以你这么一看 你会发现 个人接受捐赠的情况 太普遍了 那么假如说 都要交个人所得税的话 那你想想 婚礼现场 一队新人正在那等待着嘉宾 嘉宾们来了以后 然后呢 先给他们包一辆车 说先别着急参加婚礼 咱我拉着你们 先到什么呢 先到事务机关半睡大厅 咱先把那个 你们给那个分子钱 那个割税先交了 对吧 要不然一会算偷税漏税 对吧 然后交完钱回了以后 咱再吃息 对不对 会有这种情况吗 大家想想 对不对 太难了 对吧 因此说 咱们是不这么争的 个人接受交动 是不要交个人所得税的 当然 不要交也是有原因的 也是有原因的 也不是说我售友机关说 那个发红包太多了 在婚礼现场 我们过去收税有点充喜 对吧 不是因为这事不好办 当然有不好办的因素 但主要不是因为不好办 所以他不交 而是因为他本来就可以不交 也不会造成税款的流逝 为什么 因为你这边接受捐赠 没让你交税 同样给你钱的人 他支出捐赠 也没让他抵税 对不对 能听不听的意思吧 所以你这边虽然没交 但他那边也没底 所以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讲 整体上税付 不会受大的影响 听明白了意思了吗 所以这块 个人接受捐赠 一定注意 他不再偶然所得理 然后那么什么 再偶然所得理呢 在这里边就可以作为选项 来出为大家了 比如说 企业对累计消费 达到一定额度的顾客 给予的额外出奖机会 我去消费 消费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我办了他会员卡 成为他VIP会员了 人家说太好了 恭喜你 今天办理会员卡 到门口可以抽奖 对吧 一等奖 iPhone手机一台 对不对 好开心 赶紧就抽奖了 这个你真抽奖了 那怎么样 获得所得 绝对是偶然所得了 对不对 所以就按上了偶然所得 因为不是说你抽奖 就一定必然会中这个奖 对不对 那么交个人所得税 问题是交的时候怎么交 是由发奖单位 代扣代奖 咱叫圆权扣条 对不对 不能我把奖给你了 你自己去交个人所的时候 不行 对吧 由发奖单位代扣代奖 然后就是个人取得的 企业向个人支付的 不竞争款项 也可以作为一个选项 你看多完美 五个字 不竞争款项 就可以作为一个 选择题的选项来出 什么叫不竞争款项 作为一个大公司 我看中了一家小公司的商标 或者是看中了他的技术 或者看中了他的人才 我想要把他吞并 对吧 我把他吞并了以后 你这技术给我了 然后你股东拿钱走人了 那问题是你股东本身 还掌握着这项技术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拿钱走人了 你再单开一家企业 再跟我搞竞争 那我不就亏了吗 对不对 所以在我合并 你这吞并你家小公司 给你股东钱的时候 要签一个合同 通常会约定在多少年之内 你不得再参与这个 这个这个行业之中 对吧 这叫不竞争条款 那为了加在我的合同当中 加这一个条款 人家不能白加 人家说那你既然想让我在几年之内 不再参与这个行业 你得给我加钱 对不对 加这个钱就是什么呢 加这个钱就属于什么呀 就属于偶然所得了 所以对于那个股东 拿钱走人的股东啊 他其实拿了两笔钱 一笔钱是他什么呢 股权转让 这是财产转让所得 对不对 另外一笔钱是什么呢 偶然所得 不竞争条款 明白了吧 好 其他偶然所得 包含什么 个人为单位或他人提供担保 获得的收入 这个个人 我做担保人 给他提供担保 人家给我说担保人 你得给点钱吗 给了我点钱 对不对 这个绝对是不能算做 其他所得的 对吧 你说我算经营所得 对吧 我这个人主营业务 就是给人做担保 你怎么信誉那么高 大家都找你担保 对不对 所以他是偶然才有的 偶然所得啊 然后房屋产权 所有人将房屋产权 无偿的赠予他人的 赠予他人的 这个也是偶然所得啊 也就是说 个人接受捐赠 咱们不是说个人接受捐赠 那是现金捐赠 对吧 个人接受捐赠 对吧 或者你给我捐赠个设备 什么的 这都属于捐赠 通常是不交个税的 但有一个特殊的捐赠交 什么呢 就是房屋产权的无偿捐赠 但是房屋产权的无偿捐赠 我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谁交 是捐出房子的人交 还是接受房子的 捐赠房子的人交的 就是接受捐赠的房子 捐出房子 我要是市中销售 他不也得有收入吗 那么也得有所得吗 对不对 在企业所得税那块 大家要注意啊 企业捐赠的时候 注意捐赠 咱们之前讲过 那个非货币性捐赠 非货币性资产捐赠 那个是捐出方和受赠方 都要交企业所得税的 对不对 但是在个人所得税 这个房屋这里边 注意就只有接受房屋的人 因为你实实在大的 挣到了好处 交个税 对吧 捐出的那个就不用再交了 捐出的那个就不用再交了 那么 在这个里边 接受捐赠房屋 注意直系亲属是有免税的 是有免税优惠的 股权有类似的规定就可以了 然后呢 企业在销售商品 业务宣传年会 做谈会 庆典等活动当中 向本企业以外的个人 赠送的礼品 本企业以外 年会也邀请客户 那个消费者 老客户 一起来参加了 然后呢 那个赠送了一些年会 在那个商品什么的 大家都出奖之类的 哎 他是外人 那就怎么样 偶然所得 偶然所得 那么如果说是 他是给自己员工了呢 年会里给自己员工 有奖金 对不对 有钱 对不对 有礼品 对不对 这就属于工资了 对吧 好 那么这里边 就大家就注意一下 这个偶然所得的一些 便析问题啊 好 当然这个 有关于接受捐赠 对吧 咱们那个 刚才不是说了吗 接受现金捐赠 不是不叫个人所得税吗 但企业接受捐赠 就要叫企业所得税了 对不对 哎 利用这个 所得税差异的规定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在 现实当中 产生一些筹划的空间 比如说啊 在这举个例子 赵先生 生前定立一份遗嘱啊 将一千万元 在死亡以后赠予假公司 他可能是这个 假公司的元老 欣喜公司 又无儿无女啊 心想得把这钱捐了吧 就捐给公司了 那么假公司 是个有限责任公司 有三位股东啊 企业接受捐赠收入 要交企业所得税 那么请问这一千万 赵先生的遗嘱啊 这一千万捐给假公司了 假公司要交多少税啊 那很简单啊 要交企业所得税嘛 对不对 他接受捐赠 要是企业的那个 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啊 所以一千万的收入 乘25% 要交250万的企业所得税 对不对 那问题就是 人赵先生好容易 辛苦一辈的赚着一千万 就交一国家二百五 企业剩七百五 其实挺可惜的 对不对 挺可惜的 那如何让这个老先生 能够在天上明目安息呢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这二百五十万不交一国家 全落到企业里头啊 就可以利用到 个人所得税 偶然所得里边 没有那个个人接受捐的 这一条可以做到 怎么做到啊 怎么做到啊 大家想想 我捐给企业 要交企业所得税 那我捐给个人呢 就不用交个人所得税了 那怎么样啊 哎 他不有啥股东吗 我把遗嘱改一下啊 把这个遗嘱改为 我把这一千万 捐给三位股东 那三位股东 接受这一千万以后 要交个人所得税吗 不交啊 那但是三位股东 拿到钱以后 他可以怎么样 作为股东 我可以把这个钱注资 或者追加投资 投入到这个假公司当中 但股东追加投资 咱们讲过那个涉股收入 对不对 股东追加投资的 还算是这个企业所得税的 应税收入吗 就不算了 对不对 哎 只不过是我的资本金变动了 资本金变动 你就资本金那 交个印花税就完了 对不对 资本金那多了一千万 交个万分之五 咱们还有个减半的优惠吗 哎 所以你交两千五百块钱了 就就可以把这事搞定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同样是赵先生 把他自己的 遗留下来的钱 给到了假公司 你选择的路径不同 方式不同 你的税就有可能 从二百五十万 变成两千五百块钱 这差哪去了 对不对 差多了 这就是学税法的意义 大家通过税法的学经历 琢磨琢磨 这有好玩的东西在里面的 好 那么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道 2021年的一道真题 说下列所得 应按照偶然所得项目 计算想拿个人所得税的 有哪些 A 退休人员取得的在任职收入 之前讲过退休这个事 这是什么 这是工资薪金 对不对 B 个人从资产购买方企业 取得的不竞争款项 看到了吗 这就是偶然所得 C 个人从非任职受雇的商家 取得了随机发放的网络红包 非任职受雇 我不是这个公司的人 对吧 我是从商家那取得的网络红包 这属于什么 中奖 对吧 中奖 那是偶然所得 D 个人在非任职收雇的企业 开办的年会当中 中奖获得奖品 是不是也是 对吧 所以BCD都是 A不是 A不是 好 那么咱们第二个重要的 就是咱们第一节 征税人 纳税人和征税范围里面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就跟大家讲完了 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税目 这九个税目 它哪些算什么 哪些算什么 作为选择提出给大家 这是最常见的 然后再加上第三个考点 不常考 但曾经考过 所以大家稍微再注意一下 就是所得来源地的问题 除另有规定以外 那么个人所得税的 所得 它到底来源地在哪 它不是以什么呢 支付地点来判定的 而是以什么呢 而是以带来收入的对象 在哪来判定的 这一点跟企业所得税 非常非常像 都是所得税吗 它有相似之处 也就是说 不是看你这钱咋哪付的 钱从哪来的 而是看你产生这个钱 那东西在哪 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因任职受雇 履约等 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所得 你知道 提供的是劳务 那它带来所得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 不就是劳动吗 对不对 那好 我就看这个劳动的地点在哪 对不对 在中国境内 只要劳动的地点 在中国境内 它就是来源于 中国境内的所得 那换言之 不在你支付地 比如说 国外的一个集团 把一个高管 派到国内 这个中国境内工作 然后呢 这工资是在国外支付的 那你说这所得来源在哪 这笔工资的所得来源在哪 虽然说是在国外支付的 但怎么样 所得来源属于在中国境内 能理解这意思吧 因为你劳动是在中国境内的 是劳动产生这笔收入 对不对 这是注意的 第二个 将财产出租 将财产出租给成租 成租人 那肯定有租金收入 对吧 这收入是打哪来的 是什么创造的呢 是租了的 租出的这个财产吧 所以关键 我就看这个财产在哪 对不对 所以在中国境内使用 对吧 你租出去的是个车 这个基地设备 是一幅 是这个 是一个大楼等等 那你就看什么 这东西在不在中国境内 如果在中国境内使用 那就可以 那就属于来源于 中国境内的收入 而不是说看你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出租人 打哪给的钱 对吧 第三个 转让中国境内的不动产 你看 不动产转让 那就看不动产 在不在中国境内 对不对 然后就是特取权使用费 怎么样 在中国境内使用 因为创造收入的是特取权 你就看他在哪使用呗 在中国境内使用 就是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收入 对吧 然后从中国境内企业 事业单位 其他组织居民 个人取得的利息股金红利 你看从中国境内取得的 对不对 同样 你看就是带来收入的对象在哪 而不是支付点在哪 我们看18年的一道真题 个人取得的下列所得当中 应确定为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 你就去看吧 在境外开办教育培训 劳动 在境外 所以他不是来源于中国境内 对不对 哪怕这钱是在中国境内给的 也不行 再看B 拥有的专利在境外使用 你看在境外使用吧 所以他也不是 C 从境外上市公司取得的股须 那也不是 D 将境内房产转让给外国人 房产在境内 所以踏实 对吧 这题选私地 很简单 好 我们再看下一道题 李女士为中国香港的永久公民 在这个税收管辖权上来讲 属于境外 然后就职于中国香港的甲公司 2020年度 甲公司安排李女士 在深圳代表头工作了180天 判断一下 她是居民大神人 还是非居民大神 非居民对吧 没超过183天 对不对 李女士取得下列所得当中 应确定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 那些 由中国香港公司总部支付的工资 虽然支付的工资 是在境外 但是这工作是在哪干的 在境内干的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 这笔钱还是来源于中国境内 OK B 将位于香港的房产出租给深圳同事 在香港使用 同事在境内支付了租金 虽然这个租金是在境内支付的 虽然说这个同事是深圳的 但是这个房产在香港 所以带来收入的毕竟还是房产 所以这个不是啊 这个属于来源于香港的 对吧 在境外啊 C 从境内上市公司取得的 古希所得 在境内取得的 虽然您李女士是个非居民 个人 但是怎么样 但是这个来源是中国境内啊 再看4D 将拥有的专利技术许可公司 在深圳的代表处使用 那自然怎么样 也是 对吧 所以这题是A C D 好 那么到此为止 咱们就把第一节 讲完了 三个考点 对吧 一个那是人的身份的分 这个分别 第二个 刚才讲的那个所得来源地 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那个税务 九个税务的判定 好 都说完了以后 下这课咱们就来讲这个 这个这个第一个问题啊 实际税第一个问题说完了 然后接下来咱们下这课讲的就是 税机税率计算的这个事啊 咱们先从税率讲起 那咱们下这课见 好